问题多多换马桶 这个马桶呢是Rishman Hill的 然后就是因为又堵 然后上水不畅 然后也不蓄水了 所以说问题挺多的 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case呢是在Rishman Hill 然后呢今天有一马桶 哎你看问题出来了 这个呢上不了水 上不了水不能蓄水 然后呢还有这个马桶有点堵 可能不是堵 就是下水特别慢 然后呢这个管道呢 可能被捡了给堵住了 原来这么大 慢慢慢慢慢慢变小了 所以呢这个马桶是有问题的 然后呢今天过来来换一个马桶 客人已经把马桶买好了 在车库一会拿上来 把这先摘了 OK 你看刚才我观察了一下 你看它的马桶外围 这里这里这里湿湿了 对吧 这里 这里 后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水下的不畅 不知道哪有问题 然后呢慢慢慢慢 这个里面的圈呢 吸饱了之后 这水呢就往外 就往外滋了 可能是 这有这可能 然后呢再继续水下去的话 有可能下面添花 就会被泡 这是有这可能性的 不管怎样 先把这摘了 然后再看 这个呢 刚才那旧马桶呢 是堵 然后呢 现在呢 为了证明 这个管道不堵 然后呢 我把这个接了一桶水 然后倒进去 看看堵不堵 我认为那就是马桶 马桶的事 所以咱们试验一下 好吧 别倒出来 这个呢 就证明这个管道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马桶 马桶堵 马桶堵 对对 好好 就这样 OK 现在这个马桶呢 就装好了 然后试一下 等水上满 原来是堵的状态 对吧 堵完之后 然后也蓄不满水 现在呢 现在不堵了 一切都正常 就是上个马桶的问题 太老了 冲了也没有了 好吧 就这样 OK